看影片之前提醒你热点网站有更多内容哦 泰莱大学分析咨询公司Chasse Group和加拿大智库Digital Public Square 最近就发布了一份调查报告指出 积极参与社会和政治议题的马来西亚人 主要是马来人或者是收入比较高的群体 而整体上呢华人的社区参与度不止低啊 甚至几乎对所有的课题都漠不关心 这是反映了客观现实的调查结果吗 泰莱大学和平正义与强大机构影响实验室主任罗耀宏 以及拉曼大学经济系教授钟志强在受访时指出 这可能是因为华人的普遍观念是先提升自己的经济层面 而把国家或是社会正在发生的一切 看成是自己无能为力去改变的事情 那如果调查结果反映了客观现实 华人的社区参与度相对来的低 这是个令人担忧的趋势吗 那华人真的只是雇着赚钱 而对国家大事和身边所发生的一切都不管不问了吗 这一份主题为对媒体和政府的信任 超级大国影响力分析的调查报告显示 大马人民对政府的信任度略高于水平 在满分十分当中平均得到了6.6分 而对政府信心打分比较高的受访者 主要是那些月收入超过5000令吉 或者是自认为右倾的民众 同时有65%的受访者认为 政府正在往正确的方向迈进 而这些人主要是右倾的受访者 华裔社群或者是收入低于5000令吉的民众 龙耀宏 钟志强以及前律师公会主席杨应波 在受访时都表示 经济地位高的人拥有比较高的社区参与度 这并不是令人感到惊讶的事 钟志强指出 那华人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传统观念 一般都倾向于先解决好自己还有家庭的问题 包括三餐的温饱 才把余力和时间去关心国家 甚至是世界大事 他认为当一个人的生计有困难 需要花更多的时间去找吃的时候 那他的社区参与度自然就会相对比较低了 那至于为什么华人的社区参与度会比马来人来得低 罗耀宏就认为 这可能是因为华人普遍比较重视生活稳定 还有经济上的成长 容易忽略了社会上的其他课题 而钟志强则表示 华人除了比较倾向于其他人口中所谓的赚钱 另一个原因就是 那华人长期以来在一些诉求 尤其是在教育领域上得不到政府的正面反馈 又不能够改变什么 而认为自己似乎是被忽略了 进而也就降低了他们的社区参与的意愿 中国人的社区 中国人们总统有个人欣使 支持 这个可能要看回我们的整个社会的结构 我们都说华人是主要在商界 经济上有优势 然后马来人是在政治与的社会结构上比较有优势 各族群参与度是身差不齐的 为什么?很简单就是 比如说华人为主 我们有华教、华团 在很多领域 我们的华团也提出了一些诉求、一些建议 可是这些建议已经拖了有些 接近半个世纪、几十年了 还是鲁易日 所以这个就会造成华裔族群的激态激态 政府好像不是那么关注于我们华人某一些领域的发展 尤其是教育发展 泰莱大学的调查报告指出 华人在面对我国的社会和政治课题时 关注度相较于马来人来得低 该大学实验室主任罗耀宏和拉曼大学经济系教授钟志强指出 这有可能是因为华人比较重视个人经济发展 近日忽略了其他社会课题 除了种族因素 报告也显示 经济地位是民众参与社会课题的一大关键 前律师工会主席杨应波认为 这是因为收入比较高的民众 不太需要为生计奔波 有比较多的时间可以去关注社会动态 比如说我们很难说 我们的工地的建筑工人 为什么他们比较少思考一些哲学的问题 这个是很容易理解的 他们的生活已经够辛苦了 填饱肚子过后睡觉了 明天早上又爬起来 又要做同样辛苦的工作 然后有人会去研究哲学的问题 或者关注文学 音乐等等 那么我觉得另外一个也是教育程度的问题 我所谓的教育 我不是一定只说有没有上中学 有没有上大学等等 有一些人可能他没有上大学 有一些甚至没有上中学 但他会自我教育 他会读很多不同种类的书本等等 如果一个人他从年轻的时候 就开始很广泛地去读很多方面的书本的话 他将来他关注政治 关注社会的几率应该是会高得很多 无论如何杨应波和罗耀宏认为 我国人民整体的社区参与度 过去十年来有不断提高的迹象 甚至成功在2018年大选 创造了政党轮替的政治奇迹 不过罗耀宏表示 我国人民参与政治的方式 主要是透过选票决定政府去留 而缺乏有制度的公共舆论平台 导致如今每一场补选或周选 都变成人民挑战政府的管道 而这并不是一个正面的现象 我们看起来会有很多大型的选择 而不是普通的选择 而是在普通的选择 但问题是因为我们把这些选择 每个选择 尤其是你能看到 在最后的选择选择 即是Kolakabu的选择 每个小的选择 都感觉很重要 都感觉像这些东西 这是一个方法 让人们能够挑战政府 或可以看起来 挑战政府的法律 这是很危险的 因为人们不觉得 他们能够使用任何其他方式 以保护政府的办法 所以这些东西 都会比较更加强烈的 结果 三位受访者都认为 人民在政治参与度上 不能只是单靠选举 平时也要积极发表自己的看法 而当局也应该要建立一个 公平 公开 合理的平台 除了让政府 有和人民对话的空间 也能够让各族群互相了解 彼此的想法和诉求 就是很像给一些评论 关注 分内可以做的 比如说支持一些活动 支持一些推动 很像一些Petition 什么使到政府说 对某一件事情 人民的声音很强大 这些都是有帮助的 而且现在比如说 现在我们可以用电脑 比如说支持某一项活动 某一个诉求等等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 大家都应该做的 海人能成为大海是因为它可以海纳摆穿 所以新人的政府 它必须鼓励各族群 成立可能一个机构 让各族群有代表性的人物 进去这个机构里面 去给一些意见 然后听取这些反馈 不断的改进 或者完善这些机制 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长久的 一个信心的建设 以及让人民参与国家建设的一个措施 南门大学经济系教授钟志强表示 华人的社区参与度偏低 是一件令人担忧的事 因为这代表着华人正在自我边缘化了 而自我边缘化的结果就是华议会在政治 经济还有社会进步等等的课题上 都失去了自己的声音 因此他认为 华人应该要增加自己的社区参与度 提出自己的诉求和反馈 这除了能够让政府的资源更公平的分配 也能够透过沟通对话 增加各族群之间的认同感 促进国家的团结与和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